好 我這邊要跟大家講 這是台灣很有名的 然後我在那邊遇到了 好兄弟纏身的故事 還纏身 不要啊 經過就算了 怎麼會纏身 其實以前有曾經在電視節目 有很多那種講鬼故事 都一直在講北宜公路的鬼故事 對 可是其實如果說要從 台北移動到宜蘭的話 其實有幾條路可以選擇 自從雪碎開之後 大家就比較少去北宜公路 是因為北宜公路的那個路 一直彎彎曲曲 可能會你精神狀況不好 或是什麼 如果以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這樣 結果有一次呢 我跟我朋友就是選在 我們有四個人 然後就選在廉價的期間 我們去了宜蘭 然後要從宜蘭回程的路上呢 就遇到了大塞車 那北宜公路 絕對不會是我們的首選 因為我們第一個 我們想選雪碎 雪碎塞到爆 第二個 那要不然退而求其次 我們就選濱海公路好了 結果濱海公路也塞到爆 就只剩北宜公路可以走 我們其實心裡有打個冷戰 我們還是想說 真的要走北宜嗎 然後我們想說 不管我們先吃個飯 吃完之後等到不塞 我們再上路 結果沒想到我們吃了一個小時的飯之後 路照樣塞 就等於是我們不得不 要走北宜 要走北宜回去 其實你們可以繼續吃個宵夜啊 不是 是因為那天晚上 我有個朋友他有飯局 所以他就趕著要回台北 然後後來開車的是我們那一群四個人的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開車 我坐在那個男生的正後方 坐在男生的副駕駛座的那個人 他有陰陽眼 不要啦 但是那個朋友 但是那個朋友 我們每次跟他出去 他都不敢跟我們說一些有的沒的 他怕我們會害怕 因為他看得到我們看不到 結果奇妙的事情就來了 北宜公路開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就想說要壯膽嘛 我們就放那個音樂滿大聲的 而且那時候已經是天快要暗了 然後呢 我們就放音樂很大聲 結果一開始都沒什麼事 開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突然他的那個路燈照過去的時候 發現旁邊竟然路邊有撒了明紙 我們就覺得有點毛毛的 覺得很害怕 結果後來開到一半的時候 我的那個男生朋友 他其實精神非常的好 他突然跟我們講說 他眼皮很重 然後他覺得他前面看不清楚 他想要睡覺 我們就說不行不行 這條是北宜公路 你可不可以就是Focus開 認真的開 結果後來他開到一半 他跟我們說 吐 他就真的下車吐了 然後吐完上來之後 我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的身體狀況會突然變這麼 他說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然後這整條北宜公路開完 我們其實是平安的到了台北 一到了台北之後 坐在副駕駛座的那個人 二話不說 一打開車門下車馬上狂吐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整路上什麼話也沒說 是 他就告訴我們說 剛剛在那一條路上 他真的真心快要哭出來 原因是因為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個 我們看不到的朋友 啪的一聲 貼到那個擋風玻璃前面 然後就看著那個裡面在開車的那個人 然後沒多久 啪的一聲又有另外一隻貼在側邊 看著我的朋友 然後其實他們兩個 並不是要惡作劇 只是覺得想要聽我們聊天 然後呢 你們是不是又在聊什麼演藝圈的八卦了啦 對啊 不然他們怎麼會來聽呢 很煩耶 然後重點是 側邊的那一隻 就是想要鬧我的朋友 他就在他的旁邊 就進來的那個車窗 然後就對著他 所以我的那個朋友才會覺得噁心想吐 他就去吐了 然後自從 因為我真的聽過太多北一公路的傳說 可是我自己沒有遇到 直到我那個朋友跟我講 因為他一到台北 他當場開車門吐 吐到一個不行 他就跟我說 剛剛那個情境 他如果只要告訴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一定會 因為這樣嚇壞 也許有些人看到或是什麼樣 就會出車禍 所以他完全不敢講 可是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寧可信其有 尤其是在鬼月的時候 可能大家要小心 寧可去塞車 寧可塞車 真的 我們現在雪碎 我寧可塞十二個小時 我都不要做北一 你還可以在那邊聽廣播什麼的 沒錯 以前喔 就是談話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每年農曆七月都要談 這些靈異故事 是 就是北宜公路啦 辛亥隧道啦 文化大學啦 辛亥 都已經 都要不要 都已經談爛了 為什麼這些製作人 這麼沒有創意 沒有 現在後 後來又不談 不是這真的很多故事 喔 是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大家都知道 經過北宜公路是一定要撒名字的 是 才求平安 那我今天給各位觀眾講一個 大家都說 哎呀那故事都假的啦 我講一個 真實的 真正發生的 好恐怖喔 跟我講的人 是 這個宜蘭有一個女的死亡了 我們要解剖 是不是請法醫來看一下 是 她就去了 她一進去就說 這中毒死的啦 她一看那女的那個臉色 就知道中毒死了 果然 一解剖 胃裡面 都是農藥 很毒的農藥 她就結案了 喝農藥自殺死亡 是 她就回來 那天下大雨 她就走北宜公路回來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 雪碎 雪碎 是 下大雨後就 前面有一個 女的在那邊招手 事儀說 楊法醫 不要帶 她這麼荒郊野外 這麼大雨 你怎麼可以不帶呢 就說帶 就讓她上 那女的一上車 楊法醫說沒跟她講話 但是瞄了一眼 咦 我就把妳見過 蛤 對 不會是她初戀女友吧 她不敢講啊 我不要 對 她不敢講 不像妳 妳每次遇到漂亮的女生就說 妳是不是我小學同學啊 對 小姐給Cream啊一個人嗎 對 可不可以回到主題 可以 是妳先下題的 楊日松 不敢問 後來呢 走走走 走那個小姐就說 就講一句話 下車 就下車了 這她這一下車之後 發生了一件事情 楊月松這輩子從來沒遇到過 他走不出北宜公路 一直鬼打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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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了一個半小時 走不出北宜公路 就一下回到原來的地方 一下就回到原來的地方 楊月松這輩子 沒有遇到過這事情 他說 糟糕 有事情了 這時候啪一下腦袋裡面 突然跳出來 她記起來了 那女的為什麼這麼面熟 這個女的 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啦 好煩喔 她怎麼可能從 解剖台上 跟我跟到北宜公路來 這楊兄親自講的 她就說 為什麼聽了 好想尿尿 很多人在看不看 肆有蹊蹺 回 他們一轉彎回宜蘭 就不鬼打牆了 霧就散了 啪就回去了 回去楊月松就說肆有蹊蹺 就回去 那個檢察官 驗室官都怎麼 養法又回來了 我重驗 他說你要解剖哪裡 我要解剖肺 肺 對 他把肺一打開 有那個被侵蝕的跡象 他馬上把他拿出來 自殺 改成他殺 有冤情 因為自己喝農藥 不會到肺裡面去 對 他是被嗆進去的 他那是被強灌的 強灌農藥 才會被嗆到肺裡面 對 所以肺裡面才有腐蝕的痕跡 所以 你看了肺才知道 原來是被強灌 是他殺的 自己喝農藥 一輩子不可能到肺裡面去 所以 原來 楊玉松子說原來 那個女的 是來向我 抱冤情 對 其實韓國也是有很多 那個有關公路的一個鬼故事 但是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江川死亡隧道 對 這個江川隧道是韓國很有名的 林基公路之一 是喔 這個已經很 在那個 首爾道 江院道 就是類似 台北到宜蘭的那個 中間的一個隧道 隧道 對 搞不好有一些朋友都經過過 有已經經過過 去玩的時候 這個地方啊 就是我小時候2003年的時候 就是有兩個男生 就是經過這個隧道的時候 就看到 同時 兩個人同時看到一個女鬼 然後他們開始在網路上面寫一些文章 然後那時候開始引起別人的關注 但是那時候以為那兩個人是瘋子 誰會相信啊 坦白說 但那時候已經在那個隧道發生很多事故 然後2007年的時候就事故發生了 就是全國讓全國人都可以關注的一個事故 很大的事故 就是有一台客運 從江源道要到首爾的客運 要經過那個隧道 那個隧道其實沒有很長 差不多一兩個分鐘 就可以出去了 那很快啊 對 所以從入口可以看到出口 對 所以是很近很短 很短嘛 超級短 然後就是那個一台客運 從江源道去首爾的路上 那個四級大哥突然莫名其妙 很...就是好像遇到鬼一樣 快要...快要出去的時候 靠近出口的時候 他突然逆似形式 逆向形式 蛤? 對 對 不是...就是這裡不是... 要往這裡走 對面的車是往這裡來 開到對向的車道了 他要對向車道 對 他很莫名其妙 快要出口的時候他就這樣做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很奇怪嘛 突然嘛 然後旁邊是河 然後他突然這樣開了之後 前面有車 然後跟那個車撞了之後 那個整台客運 掉到那個河裡面 喔 因為那個是從江源道到首爾裡面 首爾的客運 所以裡面出很多人 很多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是... 江川隧道是韓國最有名 最可怕的林域公路 為什麼這種隧道裡面喔 陰氣都這麼重 怎麼會...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 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二分之一強 Pan oi